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節 剛才看完那段片 這是1954年吳光儀和陳克夫的擂台比武 這50年代 他今已是60多年 有沒有60多年 當然是60多年 小弟1951年出生 1954年比武的時候 小弟就三歲 但這件事我後來聽師傅說 當然聽師傅說 我們聽到一塊塊 總是知道 在50年代澳門試過一個公開比武 很轟動的 而且對這個武術界影響深遠 你明白嗎 今天當然是借這個機會 問問博士 當然如果你想了解這件事 你去搜尋 現在可以看到的有很詳細的報道 當然那個方向 未必是博士今天說的那個 你明白嗎 他們不知道 保母就是文無第一 武無第二 當初我們所了解的就是 因為你知道 八學派 譬如我們南方的權 師傅當然認為我們南方的權力 你太極了 以柔濟光 我看你如何以柔濟光 我看你如何以柔濟光 我們那些 硬權 那是否因為這樣 門派之爭要有場比武 大家可以看完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網查一下 但我們今天只要聽一下 即是博士說 為何要做這件事 吳恭儀是吳鑑全的兒子 太極忠師 涉及中國在那個年代 我先插一插 兩個都很長命 吳恭儀比陳克夫長大了20年 他死亡時都80多歲 陳克夫是早幾年才過世 他白鶴三夫,放本夫、六字夫、陳克夫 先說一下背景 為何會無緣無故 那麼多門派都不給武 是他們倆給武 我們知道我們功夫 沒有很多門派 每個人都要做大哥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很厲害 沒力氣 涉及了我們那個… 國家的內戰日治之後 共產黨得勢 在北方的人都叫南下 那時候七虎南下 吳恭儀是其中一虎 萬賴聲、羅江玉、錦德海、張麗善、吳恭儀 還有一個… 看一看,總之七個人是南下 南下他那時候在吳恭儀 據我們記憶中,師傅跟我說 他在北方時,我們差不多做過一代宗師 有個八卦門的人說他是北方的陀主 即是你那些人,我們南方的權師 去到北方設館 一定要拜門 拜帖、封老毛 擺十為百為醜 告訴別人,現在我過底了 尊重你是老人家 那你就能開館 就沒有人教你 特別是那個天津 做暗家產 到現在他吳恭儀,南下七虎 做了一個故語章 七虎南下來到香港 當年在南方 就是陳克夫的師傅 吳兆宗做了角色 百學中師吳兆宗 在廣州 所有你不老來到我們南方 你又要寫拜帖 反過來,你不過我的關 他門下很多各行各業的弟子 徒子、徒孫 差不多是有排男子 以前的館 以前就算是黑社會 你沒有那些單位的朵達 那就是朵達武館的名字 很多都是這樣 你可以是沒有底的 但你有一間武館就當你有底 但你有朵達的 有朵達的 現在有人問你在哪裏 我陸師傅的 有朵達的 你在哪裏? 我是陳克夫的 你師傅 你在哪裏? 我抗本夫的 你師傅跟你出頭 你欺負我的徒弟 師傅下面很多弟子 就是那些三三惡的人 有朵達的 多數是給少許片 所以當時父母不太喜歡小朋友 去學武 因為他們認為武館只是三教九流 是這樣的 這是事實 好,來到吳公義南下 七府南下 他來了香港 來了香港 為何我在北方 我當大哥 來到這裏要向你拜滿 就不肯封那封老牧 就不肯封那封老牧 就炒領他上來 炒領他就扭吳兆宗打的 吳兆宗的 徒弟不肯射師傅打 我派誰打呢 我師傅黎東芬 也是跟吳兆宗的 跟吳兆宗的 剛好我師傅出了門 如果我師傅當年 如果他不是出了門 就應該他代替陳克夫打 如果他代替陳克夫打 我相信吳公義也挺難受 吳公義也挺難受 剛好我師傅不在香港 他第一任在香港權王 派了白鶴三夫的陳克夫 我們的師叔去出戰 陳克夫是打西洋拳的 所以大家看過那段片 看到他的步伐是西洋拳 不是白鶴 不是的 但他試過有一兩下白鶴手 但我不是太明白 如果你真的用白鶴手 你用白鶴手 但他應該用西洋拳的 那個chip拳打吳公義 吳公義更傷 但他沒有 但他也有兩拳 但我看到吳師傅 真的可以捱的 一百年多 大約這麼多 他大約二十年 是嗎 還有你也看到吳師傅 他應該是有練很強的僑守 他經常想扮演 他打這場比賽的時候 差不多六十歲 不止 六十、六十、六十 你看他的高大又身形 他1898年出生 1954年打就差不多六十歲 好了 吵到就要比武了 但當年英國佬在香港 禁武 禁止公開打拳 只可以打西洋拳 香港打拳 那些鬼佬打西洋拳 如果你說壞人比武 他怕派系鬥爭 中派鬥爭 打完之後 就用西洋拳 就這樣 沒靠你 還要手尾 拳完一鑊就停 左拳又拳 就不了了之 吵到怎樣 大家都為了欠這個地盤 欠我的面子 以及欠我的經濟來源 其實欠面子最重要 有面子就有錢 他就要欠我的 如果你有面子就有錢 輸了就沒面子 那就吵到 就透過一些張英 張英找到何元叔 安排為香港籌款 在澳門打 在澳門簽新社 香港是否會不准打 不准打 我們是這樣看 為何在澳門打 在澳門打 澳門打呢 張英做獅子 何元有份做公正 簽生死葬 何元說他的新人 最害怕那次 共產黨國民黨什麼鬥爭 他還未害怕 因為大家集合了幾百人 都拿了工具 你知道嗎 在澳門上了工具 結果不勝不和 為何這樣賣美 隨便一個書也不妨 不行 把工具都收拾了 澳門司法就說 何大哥 我糟了你 不要交還交 不然你沒有交出事 這樣就被拒絕 這場比武還沒打完就停了 何元後事後說 他一身人最怕我遲 真是最怕我遲 明明知道上了工具的人幾百人 打完這場之後 就成為佳話 即是擂台比武 然後可能變成台下的賴鬥 賴鬥 這簡直是電影橋段 很糟糕 事實上上了工具 有沒有拍過電影呢 沒有 這麼好的故事都沒有拍起 接著那次是誰富貴呢 結局 張英哥仔富貴 他為了這次做司儀 何元更加老友了 給了他50萬 開一間華僑影片公司 50年代50萬 很多錢 多錢 然後蝕夠賣 張英是好人 他真是噴漏漏漏 後來他離婚和楊西 你為何自己親口跟我說 他叫我做明哥 其實是我們哪有叫哥哥 他叫我老哥 帶你很多 明哥 我拿著一個行李走 他才知道 劉契什麼都給了那個女人 我真的拿一個行李走 帶了幾百元車錢 他就頂著楊西 不順 你跟我掃幾次 挺好笑的 打完這場之後 那個武林 開始平息了 但是他 後來翻查 吳公義是可以打的 陳克夫年輕 陳克夫年輕 當年就說 打的時候三十多歲 那個五十多歲 雙卡二十年 那個體能 拳怕少壯 但你看到他不公平 但結果你沒有作數 如果陳克夫被偶重也不行 你也沒有作數 沒有作數 閃得挺好的 後來他們說起腳 違反規例 就停了 那一場 不是只要找你說 你就是不想有結果 當然不想有結果 找個理由停了 找個理由停了 結果下面就說蟹鬥 多糟糕 誰輸都蟹鬥 不可以有結果 他做裁判就糟糕了 是的 何元做裁判 不是裁判 裁判那幫人就糟糕了 裁判不糟糕了 這是我們年輕人值得回味 但也看到他當年的打法 看不到他們的功夫底 好像街頭打男子交 有這些 看那段影片就知道 當然了 如果你看這些 之後我們看拳賽那些 當然是兩樣東西 但我覺得那個刺激 你明白嗎 怎樣說呢 牽涉到門派 牽涉到南北對峙 挑了很多東西 大家都有這麼多人 是嗎 很糟糕 他怎樣跟現在我們買票 又去看拳賽那些 現在在角術來說 如果你以前沒有這麼注重體能的話 你一上擂台戴手套 限定你這麼多規矩 每一個打散溫宗 其實近代我想最厲害都是李小龍的 不是因為電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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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厲害 百分之八 大哥 他也沒甚麼輸過 不是 你看他那些比武的片 你看他教人 不是拍戲的真性比武的片也有很多 你上網看 我清楚的 我跟他做過頭 有機會開拖 我親身跟他開拖 有一次 他個人 當然有成就 這個文無第一 有成就 甚麼是文無第一 我們這麼多開口的東西 文無第一 我這麼多工具 你甚麼小龍都死了 第二 他沒有正式打過公開賽 打過公開賽真是不同的 你的體能是你捱不到的 對嗎 你上去擂台 又鎖住你 打了多少個回合 真的有打體能 當然李小龍的技巧 在街頭中遇見 或者是逃手搏擊 一會兒那一刻 他真是可以的 但你上去擂台戴手套 你甚麼都出不了 是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你都在網上看到一段影片 你剛才說過 一個所謂的 那個高手 榮春高手被自由搏擊的 打到他 兩下搞定你 是嗎 不是榮春太極了 榮春 說明是榮春的 我看過 這個跟門派沒有關係 對嗎 你個個都說自己派很厲害 那等於李小龍 他是熱問的徒弟 也是榮春 是嗎 應該是 都是屬於榮春 但他自己發明了一套 出來的 他又苦練 當然他是很多人的偶像 都是我們偶像 老實說 他是成功的 他的手是練得很重的 而且你看他的身材 身形 不是叫做大隻的 你明白嗎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